OK 有看到外面的陽光非常的大 來到成都呢 今天天氣算是最好的一天 感覺出來走走拍拍片 沒什麼壓力 只是這次行程當中 在成都只吃了一餐自助餐 其他的都隨便吃一吃 感覺還可以啦 只是說實在的來到這邊 一直心裡有個陰影 就是怕吃太辣太麻 一直都不敢嘗試 包括去夜市看的那個羊頭 一個羊頭才賣六十幾塊人民幣 很想嘗試 兔頭呢就不敢 因為那麼可愛的小動物啊 不捨得去吃它 也不知道來這邊要吃什麼啦 早餐的時候吃的東西還OK 可是覺得就是有點偏鹹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的太油膩還有鹹 那比較清淡 不過來到這邊整體到現在 感覺還OK 除了第一天晚上踩雷了 住宿那天酒店以外 其他都還OK 包括後來換的這些酒店 我覺得物超所值 就是因為每天都可以洗衣服 每天在酒店內都可以洗衣服啊 而且酒店的也蠻親切的 唯一能不能適應的就是 我不知道四川這邊抽的那個 一般人抽菸的那個菸草 那是不是味道比較重 一直讓我彼此很不舒服 大事上都是這樣 我盡可能的避開 我也不能請他不抽菸 因為畢竟有大部分的人在抽菸喔 都是會不去妨害別人 像剛剛也在那個 宰相子那邊就有看到西菸區 就有人專屬坐在那邊抽菸 不過還是有看到人邊走邊抽 畢竟那還是少數的 抽菸其實對稅收來講是 非常的不錯 因為有抽菸就有稅收 而且課得蠻重的 也感謝那些人抽菸啊 幫忙增加稅收 好啦那個就不提了 你們大概從我影片知道 我對菸特別敏感 不過還是能接受啦 只是不要太過分就好了 好影片就到這裡